这还算便宜你了 没钱就别长三个鼻子眼 什么意思 世子俗多喘这口气了 小爷 回来 想党汉拿着钱来 老板娘 看样子 坐轿车的人是个不小的官 官 见多了 干我们这行就得赚当官的钱 老板娘 人家可是共产党的官 放心 干我们这一行 迟早也得把共产党的官拉下水 主席 您说怎么办 赶回中南海 老板娘 通知北京市彭真 朱瑞卿 明天来见我 做什么 我要让这个老宝子知道 我们共产党的官 能不能救出这个姑娘 同时 我要让他看一看 我们共产党的官 老板娘 会不会被他拉下水 从十月中旬开始 以上海天津为先导 华中西北等地跟进 造成全国币值大跌 物价猛涨 这次股价上涨 一方面是由于钞票发行过多 但是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 阿失将军被设职 由第八军军长接任 在五一年四月到六月 中国致愿军连续向美军和南朝鲜军 进行了第四、第五次战争 将双方战线稳定在三百线附近 在五一年六月 双方接近一百万大军 聚集在朝鲜半岛 几百公里的战线上 形成对至局势 大战一触即化 在五一年的七月 联合国首次召开和平会议 美国、南北朝鲜 中国都有派代表参加 但是他们都是谈不埋懒 于是就继续用飞机大炮来订辛苦 和平谈判失败之后 美军集结兵力 进行下跪 秋季攻势 美国空军在自愿军后方 实施大规模轮流空窄 企图切断自愿军前线的补却 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之下 自愿军仍然奋力横抗 瓦解了美军一龙一龙的进攻 在1953年7月27日 美军终于在板门殿堂 簽了停战协议 韩战结束了 战争这件事 没说谁赢谁输 最终计论 大家都是输家各有损伤 无论哪个国家都不喜欢打仗 中国都是 在过去三场战争里面 就告诉大家 在必要时被人踩到近身的 我们都会自为还击的 你们都会最终那些 我做个比较 没有 那点 myth 陈云同志 请点告陈一同志 一定要补露声色的顶住 在此期间 中裁委应该尽快拿出一个打垮投机家的方案和措施来 剃交中央讨论 然后 以训练不及掩耳之势 集中力量打击上海天津两地不法投机家 让他们知道我们共产党人的厉害 卢部长 你怎么也到了 我也有点奇怪 昔日的老上级 今天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 你怎么也来了 二位首长 你们都是主席请来的客人 卢部长 主席不会再向我们二人了解禁察记的问题吧 一会儿咱们叫来主席就知道了 老领导 您先走 二位首长 主席不在屋里 那主席在什么地方召见我们呢 主席在湖边散步呢 即可 毕竟 其实 也是 葱